川普总统在5月26日的推文中说 推特完全扼杀了言论自由 随着2020大选日益临近 川普近期不断就邮寄投票 极大可能导致选举欺诈的问题发出警告 而他的相关推文被推特标注了蓝色惊叹号 意味着推文内容经事实核查是虚假信息 27日 川普再发推文抨击推特的做法 推文说 共和党人认为 社交媒体平台让保守派声音完全消声 我们将严格监管或关闭他们 大众对推特在其平台上的内容进行审查的讨论由来已久 不只是推特 脸书 YouTube等社交媒体都存在相同问题 而这种情况自中国大陆爆发武汉肺炎瘟疫后越演越烈 二月初开始一直持续到三月的下旬 那在这个大约两个月的期间里呢 几乎所有有关武汉肺炎或者说中共病毒这个疫情的报道啊 都会被YouTube黄标 一旦黄标意味着你这个video啊 会减少到原来收入原本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十分之一 那将是非常少的 会持续黄标一段时间以后 相当于是断了人家整个团队的生计啊 那没办法 那创作者只好自我审查 避开敏感的话题 它事实也起到了话题审查的作用 黄标是指YouTube影片被标注黄色美元符号 影响广告投放 也不会被推荐为热门影片 有调查报道显示 中国是YouTube母公司谷歌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2018年谷歌在中国赚得30亿美元 金主主要包括抖音及阿里巴巴 其实这个概念上的话 已经深入的触及到YouTube 或者说是其他这些平台的运作的问题 因为大家都在怀疑 就是说这些平台里头 要么是他们可能意识形态上接近于自由派 所以说对于保守派的言论有所控制 同时的话从经济上 它接受就是接近共中共 你如果美国政府不介入 你几乎就把这个平台就白白的给了中共 变成中共做它要求的事情的一个平台 一个工具 专家认为 美国政府的介入 可以促使为大众提供发声平台的这些公司 公平对待不同的声音 新唐人记者李兰 纽约采访报道 让评订ник mutual 云生报道 请不吏 需要用